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23大冲刺毕会考检大课堂 我是教大学术学刚哥 那我们来看到关于特征分相量相似对角化的提醒意思啊 就经常会出现这种题 让你去判别矩阵是否相似对角化 那你要去判别一个矩阵是否相似对角化呢 其实呢你要知道这两个必要和两个充分条件 这里呢刚刚没给大家写出来是吧 我稍微写一下 这个写错了 这里应该是两个冲药 和两个冲分了 两个冲分 两个冲药是怎样呢 冲药的话 对啊 就是A有什么呢 A有N个线性 无关的特征相量 假如这是N接的 那它就会怎样呢 等价于A 可以相似对角化 那就可以这样写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A 重根的 重数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无关特征相量的个数 对吧 它也与它等价 这两个冲药条件 但还有两个充分条件 这是我们的一个理论基础 这些呢不需要 我这里稍微说一下就为什么 对吧 就因为经常会有同学会问到 这个还是要知道的 就为什么 它有N个 无关的特征相量 它就可以相似对角化呢 那比如说 我这里来证一下对吧 其实这个呢 重根重数等于无关特征相量个数 就是它有N个无关特征相量 比如说你这个设一下A N个无关特征相量 为什么 为α1 α2 一直到αN 那对应的特征值呢 我们写一下 对应特征值 为什么呢 为那么的1 当然这里那么的2 一直到那么的N 这里中间的可能会有一些 是一样的了 可能会是重根嘛 但没关系 只要它是N个无关特征相量就可以 那就可以怎样呢 那就可以这样来 你看 你A 我们这样 α1 α2 αN 它就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那么的1α1 那么的2α2 你看 A乘进去 然后 那么的NαN 而这 右边这个东西 其实它可以写成一个α1 因为它就可以分解嘛 α1αN 这样乘上一个什么 α1 乘上一个对角阵 对吧 那只要什么 因为它是线性无关 线性无关这个东西 是个方阵的话 它一定可逆 可逆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 这个就是P 那这样的就是P 然后α1α2 α2αN 乘上一个P 或者说你 把这个乘过来 这个是P的话 这个就是 左乘一个P AP 它就会相似于这个对角阵 看没有 就可以得到了 那两个充分条件呢 充分条件是这样的 充分条件就是说 如果A 全是单根 特征值全是单根 对吧 A的特征值全是单根 那你可以推到 A 可以对角化 因为全是单根 就一定会有 因为每个特征 都有一个特征相量 就一定会有 N个无关的特征相量 因为不同特征相量 还是先进无关 但是可以对角化呢 就不一定说 全是单根了 对吧 因为也有重根 然后重根 只要等于它 无关特征相量 重数也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什么呢 A是实对称 矩阵 那你可以推出 这个A可以对角化 但你不能说 A是实对称 它就这样了 A可以对角化 就是说它是实对称 这是必定的 那有这两个充分 两个充要呢 我们就得到 这样一个套路 就是说 它是否可以对角化 我们先看什么 先看它是否实对称 因为这最好看 实对称 对吧 就是 这个对角线 相当是这个镜子 对吧 是一模一样 这个镜子两边 那如果是可以对角化 这是充分条件 如果不是 我们再求特征值 全是单根 可以对照 又是充分条件 然后否 我们再看什么呢 这是 这是充分 这是充分 然后我们再来用这个充要条件 看它重根重是否等于无关特征相当个数 是的话 可以对角化 否则的话 不可以对角化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重根的重数呢 其实当你算它的特征值就可以得到 然后无关特征相当个数就是那个N-T-R-1-A 对吧 要注意 然后这个是否等于重数 是否等于这个K 这个重数假设是K 就看这两个是否相当 是可以对的话 不是的话 就不可以 那知道这样的套路以后 我们通过做题来实践一遍 比如说这个 它给了四个矩阵 然后其中与对角矩阵相似的是 就是问你 这四个矩阵是否可以对角相似的话 那首先呢 我们很容易看到哪个可以呢 因为看它是不是实对称了 我们先检查一遍 第一步 实对称 有谁呢 我们看实对称 其实可以找到一个它 C 所以说这个C一定可以 然后剩下的 我们会发现就不是 对吧 说没有 然后我们再求特征值 求特征值呢 我们那么一减 A减去那么一 取行列式 看这个算一下 三减那么的 零零零 一减那么的 二 二零 五减那么的 对吧 那你会发现看 这个东西等于零 按第一行展开的话 就是三减那么的 乘上这个括号 一减那么 乘上五减那么的 你看那么的等于什么 一三五 全是单根 单根 全是单根的话 那你看可不可以 这个A也可以 A可以 对吧 那剩余的我们再算 算这个B 减那么的一 那二减那么的一零 零 二减那么的零 三零 五减那么的 那我们算一下 它这个呢 它这个 把这一行 这一列去掉 那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零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 那么的等于二 这是两重的 那么等于五 对吧 那 那等下 等下再检验 因为如果是重根的话 我们 等下就要看它重塑 是否等于它的 无关特等上个数了 这个先等一下 那么再算下D D呢 你会发现和这个是差一样的 这个D减那么的一 2-lambda 0-0 0-2-lambda 0-3-1 5-lambda 你会发现等于0的话 也可以推出 lambda等于2 两重 lambda等于5 那也就这个BD呢 我们要 继续来弄了 第三步 第三步呢 你会发现BD呢 它lambda等于2呢 都是这样的 lambda等于2都是两重 那就看这个 lambda等于2特征 向量 的个数 无关特征向的个数 是否会等R 怎么看呢 其实就看 因为这是三节的嘛 你就看这个3 减去什么呢 R B减去RE 是否会等R 对吧 或者是看什么呢 这个3减去R D减去RE 是否会等R 对吧 如果 谁会 谁就可以对了 谁不会的话 就不行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我们就看这个B减RE 它要等于 它要等于1才行 这个B减RE 看字会不等于1呢 我们一算 B减R这里是0 1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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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3 看到没有 这个字是不等R 等R 不等1了 这个字是你会发现是等几呢 这个字是等于2 所以说它不可以 这个B是不行的 B不可 对焦化 那我们再看这个D D减去RE D减去RE呢 我们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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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313 对吧 这个可以 你看字是等于1 A D是可以的 那就是ACD 可以 ACD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选出 对应的答案了 那我们就选出这个C 然后 所以说这个 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 这个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它说这个α 是这样一个列相量 β呢 是这样列相量 非0的 注意 然后它说满足什么 α转质β呢 这相当于是α与β内积 等于0 这是行乘上一个列 然后它说 N借矩阵A呢 是等于这个 两个向量 相乘得到 那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字等于1了 这个RA的字 不用说一定等于1 因为它是非0的嘛 然后这种 出来的各行各列 都是 成比例的 第一个呢 让人去求差 A方 A方的话 我们一求下 你看是怎样的 αβ转质 αβ转质 那你会发现看 是用结合率 这里是不是0啊 因为这也是内积 等于它 对吧 等于0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就0矩身 是吧 这是第一问 很简单 第二问呢 A的特征值 特征相量 那你会发现 你看 A方等于0 第一问肯定会有用了 这个A方等于0 我们就可以推出 那么的方等于0 那么的等于0 所以说 这个特征值呢 全为0 A的特征值 全为0 那全为0呢 我们相应的再来看 对吧 全为0 我们再来求 它的特征相量 它的特征相量 到底是 这个全为0 也就是说 这个0的重数是n重了 n重 那我们就要求0的 特征相量 怎么求呢 其实不就是 解这个方程吗 就是A X等于0吗 对吧 因为它是A 减去0E 对吧 乘上X了 等于0 那么就解它 解它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字等于1的话 字等于1 我们就可以怎样呢 这个A 它一定可以通过 初等行变换 变到什么 只有第一行为非0 其他行呢 都是0 一定可以这样吧 而且我们就可以 假设一下 你看看 因为它是 两个都是非0相量 这个是列 然后这个是行 我们就可以假设一下 这个 A1 不等于0了 A1不等于0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求出什么 你看这个就是 就可以得到 那A1 因为它一定是 第一行的话 A1乘上B1 A1乘上BR 然后一直乘上 A1乘上BN 然后其他呢 都会变到0 假设这个什么呢 当然这里要假设 A1不等于0 B1不等于0 对吧 那它不等于0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求看 你要求这个方程的根 有 这次等于1吗 有N减1个 所以说这个特征 向量为谁呢 为它 为这些了 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方程的解 对吧 总共有N减1个 因为它次等于1 那就是 因为A1B1不等于0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样呢 就它为1的时候 它为1的时候 这个 XR的话 应该说它为1 对吧 它为1的时候 它为1的时候呢 你看 就是因为这后面 是自由的嘛 然后其他为0 然后这个呢 算出来就多少呢 它为1 那次不就是 负的 B1分之 B2 然后再继续 第二个呢 就是 B1 这个是0 这个是1 第三个为1 那就负的B1分之B3 对吧 点点点 一直到N减1个就是负的B1分之BN 然后这里是 然后这里是 0 然后点点点 1 对吧 它算出来就是这样 N减一个 它的特征向量 那它的特征向量求完以后呢 我们再看 第三问呢 就是A是否可以对角化 你看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这里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了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 0是N重的 但它的特征向量 只有 N减一个 无关 特征 向量 这里就可以得到什么 就再得到一个结论 4等于1的 这样一个矩阵呢 它一定有N减一个0 一个G 对吧 如果它要可以对角化 一定是什么呢 可以对角化 那它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 这个G 不能等于0 如果说这个G都等于0 那它就是N重了 N重的话 但是它字是等于 只有N减一个 无关特征向量 通过上面的求解 你就会看 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对角化 因为它的G也是0 对吧 这个内积要等于0 所以说它就是 0呢 是N重的 我们通过这导题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那希望大家对这种 字等于1的这种矩阵呢 要相当熟悉 因为它经常考察 那这个呢 就说到这里 下面再看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要强调什么呢 强调就是 它要变成对角阵呢 因为我前面 在证明那个过程中 其实大家会发现 对吧 就是Aα1α2α2αN 等于什么呢 λ1α1α1α2α2α2αN 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一定要对应 所以说 这个和什么呢 和那个 对角矩阵呢 一定要对应 看 α1α2α2αN 对吧 它乘上一个对角阵 它得到这样的对角阵呢 一定是 和这个特征向量 是对应的 看 你这个对应它 这个对应它 这个对应它 一定要对应 这就是 这个 P 对吧 这就是所谓P 这就是对角阵 之间关系了 所以说 这道题就在考这样的 就是 特征值 与这个特征 向量 要对应 对吧 不对应的是不行的 比如说 它说 经过P0AP 得到它 这就说明什么呢 α1是A 属于R的成长 α2α3呢 是 那么等于6 也就是这个P呢 而且要注意 这个P不是唯一的 对吧 P不唯一啊 你得到这个对角阵 你要知道 那么的1 它的特征向量 可能有无穷多个 那么的2 有无穷多个 那么的2 有无穷多个 所以说 它不是唯一 这里呢 就说明什么 这个P可以什么 P可以 就你自己可以 随便写一个 写一个就是 α1 α2α3 对吧 可以得到它 那下面问你呢 就是下列矩阵 不能是哪个 就是矩阵P 可以是哪个 可以不是哪个 对吧 比如第2 可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α1是R的 负的α2也是6 α3 这是根据特征 向量的性质 所以这个不能选 这个呢 也不能选 因为α1是 α3α2也是 你看这个呢 这个你会 α1是2的 α2加α3 你看同一特征值 特征向量相加的话 还是 这也是 所以说这个也不能选 那它呢 是对的 错误的是它了 不能 这个不能当P 为什么 因为α1加α2 不同特征值的 特征向量相加的话 就不是特征向量 这个不是特征向量 这两个都不是 α1-α2都不是 那就不可以 当然这道题呢 如果改更难一点 就是说 这α1加α2 α1-α2 α3 它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你也可以去求一求 为什么 因为你看 我其实可以根据这个嘛 这个 这个A呢 其实乘上这个P 是α1-α2-α3嘛 然后再乘上 这个α1-α2-α3的利嘛 是等于它嘛 2006 但是呢 如果你乘的是它的话 乘的它的话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相当于是α1-α2 α3 乘上一个什么 乘上这样的局 110 1-10 001 对吧 事实上 你要去求它呢 就相当什么呢 乘上这个P 就相当于这边 乘上一个 这边再乘上一个利 对吧 也可以把它求出来 其实啊 对吧 这个就教给大家 如果是这个 给这样一个P 它其实得到不是对角证 对吧 得到是另外一个矩阵啊 你也可以去求 根据这个关系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判别一个矩阵 能否相似对角化的 部分的总结了 那几步 三步 记住 另外呢 就是 这个P和λ之间关系呢 一定要对应 如果你不对应呢 就是 比如说 你写成这样 你如果这个写成什么呢 α2 α1 α3 那你得到的λ就这样了 那就是6 R6 你得到是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对应 那关于相似对角化 这一部分呢 刚刚就说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再来看到这里 题型意思三 就有时候也会出现什么 这种题目 证明两个矩阵相似 证明两个矩阵相似呢 前面再讲 相似的概念 其实说过 抽象的话 一般用定义 但是具体的话 抽象 你会发现是 用定义会比较多 就P你AP.NB 如果是这种具体 那你要回到这里 这个套路 就是经常会这样 他说 你一般就要证明 这两个群生 先说明它可以 相似对角化 然后呢 再说明两矩阵 特征值相同 这是充分条件了 两矩阵相似的话 不一定能推到 这两个东西 这个可以推到它 但是它不能推到它 另外呢 大家还要记一下 这里经常会用到 这样的结论 就是A啊 RA的字 等于非0 特征值个数 是可以对角化 才可以 如果不可以对角化 是不一定会 等于这个非0特征值个数 这个其实举个例子 你看 比如说这个A 是谁呢 A是这样的 0 1 1 0 0 1 比如这个三阶的 你会发现它的 特征值 全是0 全是0 对啊 但是它的字呢 0 这个就不等 还没有 只有在可以对角化 它才会等 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具体题目 也就是寄清 你要证明两个具体的 能相似的话 就是说明它特征值相同 另外它可以对角化 那这个能看 证明就没什么说的了 它说让你去证明这个AB相似 为什么呢 AB首先本身就是对角正 AB是对角矩正 另外这个AB的特征值 都是 1 2 3 一直到N 对啊 特征值相同 那这不就是可以得到A相似于B吗 但是这好听的还没完 他说啊 那你去求这个P 使得P离AP呢 会等于这个B 对吧 那你要注意 这就是要 对应相等了 见没有 就是特征值和 这个特征相同 这个P呢 你要注意 它是变到哪个对应 变到它 也就是说你这个P啊 得到的 比如说A的 这时候你要是找A的 要注意 那这个是找 A的特征相量 这个特征相量呢 一定要与它对应 与B这个对角正 首先你要找是A 关于谁的特征相量呢 等于N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求的话 就只能这样来了 你要先找到这个N的 A减去NE NE的话那你会发现什么 然后X等于0 那你会发现是这样一个东西 A减NE 那1R 这里是1减N 这2减N 对吧 一直到 这是1 然后-1 这里是0 对吧 那你要找的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特征相量是多少 它要X 这就已经是比较简单了 那这个R 就是A 关于N的特征 相量为α1 这个α1呢 你会发现就是谁 就是其他都是0 然后它为1 对吧 那同样的你就可以求一下其他的了 你就可以求到什么 N减1的呢 为α2 这个α2是多少呢 是这里1 然后这里0 也这里 对吧 然后你就一直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 比如说一直下去 就是 R的 R的是α N减1 N减1的话是它1 然后其他的为0 1的呢 是αN 1 0 对吧 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这个P 这个P是多少呢 这个P是它 α1是它 0 0 0 1 然后这个 0 0 10 然后这里是 0 1 0 0 然后1 0 0 0 对吧 那这就是P了 就这个P P0AP 才会 等于B 等于最终得到这个B的 对角证 这道题呢 也阐释了 就是我们 在上一个提醒说到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P呢 一定要与这个对角证对应 α1 α2 与它那么的1 那么的对应 那关于它呢 就说到这里 下面再看 下面这道题呢 你看它说AB呢 这两个矩阵 问AB是否相识 并说明理由 你看这个套路还是一样 你会发现什么 首先你要 说明它能否相识 对角化 你会发现什么呢 AB都是实对称矩阵 因为AB 都是 实对称 矩阵 那这个AB都是实对称矩阵 所以说呢 AB 可以 相识对角化 那它可以相识对角化的话 事实上 你只要 说明它特征值是一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求它特征值 求特征值的话 当然 这个就来了 A convert A 不 主 Mars 副w了 然后我们再算它 B 降 Campaign 算这个特征值 1 副w 2 2 副w 0 副w 那个 Adam 这个东西怎么来算呢 这个东西怎么来算 这道题呢 就是大家 最好不要去硬算了 这个要硬算的话算不出来 事实上这个呢 就是因为之前不说 你要说明特征值相同 只要说明它特征 多样式是一样就可以了 你只要说明这两个 行列是会相等就可以了 那我怎么来说明 它会相等呢 你看这个东西 其实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是 比如说 第一列 和第二列交换一下 第一列和第二列交换 那会得到什么 那你会发现是等于多 是等于它 负2 2-那么大 然后1-那么大 负2 然后这里是负2 0 那你交换一下 会相差一个负好 那再继续 你再交换看 再把这个第二行加到第一 放到第一行 那这1-2 负2 负2 那负2 2-那么大 0 负2 0 负那么大 对啊 那你再交换一下 这个又加负好 就正了 你会发现 它和它相等 对吧 比如最终 这两个相等的话 那我就可以推到什么 AB的特征值 相同 那AB的特征值相同的话 我就可以推到什么 AB相似 那你看就结束了 这就是证明两个 矩阵相似的一般套路 说明它们可以相似对角化 再说明它们特征值相同 那关于这个两个 怎么证明两个矩阵相似的部分呢 就给大家坦塑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呢 能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